二十八只羊突然蹊跷死亡 是偶然误实毒药 还是被人蓄意报复 那个不嚷嚷 刚刚他都没有个撑嚷 发现有好几个地方 有玉米粒 就是干的那种玉米粒 然后我们就基本反正是有人偷渡 警方48小时巧破密案 案件背后究竟有何真相 刚开始说是他要用这个农药 就是杀那个他那个毛测里面的区域 我也发芽 他也发芽 有点想见 矮面子的嫌疑人 晚千八零零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厨艺江湖全球逐鹿 看各路豪杰各展绝技 挥英叶方 在四川 当辣椒与道采之油 传采的麻辣悬香就有了灵魂 地道美味 存在回忆 红烧肉 用外服香小炸菜脂油 小火慢煎 振振香气 飘散在外服厨艺的秘密 富兰人的菊坊 银行至辣椒的武林 小天 一个手艺下的坚固 可谓叫人正登场 级别人的豪爽 犹如这赶爽的辣椒响 传统小炸菜脂油 让大腹持肉的豪爽之气 挥击在这一刀搭盘挤 地道家常味道 离不开传统小炸菜脂油 去腥提味 上色增香 大师之选 金龙鱼 外婆乡 小炸菜脂油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西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 专精 成就了 输筋建腰丸的 专治药专治 强筋骨 欺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俗话说 立东进补来年打虎 立东开始天气寒冷干燥 病毒活跃 容易导致咳嗽 咳痰 气短 气喘 有慢性肺部疾病 以及这几年肺部受到损伤的老人 立东开始得每天补补肺了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事半功倍 肺补好了 不咳 不喘 不遭罪 资讯电话 0791-8838-2890 立东 你开始补肺了吗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事半功倍 法治民生 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法治节目 晚间八零零 我是胡帅 王师傅是山西省旅梁市柳林县 张家庄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除了种地之外呢 还养着九十多只羊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吃过午饭之后呢 就赶着羊出门了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短短一会儿功夫啊 已经有三四只羊食口吐白木 倒在地上气 见此情况呢 王师傅那是着急啊 他立马呢赶着羊回家 然而就在回家的路上 还是有羊不断地倒地死亡 让王师傅没有想到的是啊 回到家之后呢 这样的情况也是没有好转 又有十几只羊 要么是走路摇摇晃晃 要么是打击不起 眼看着就不行了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王师傅的羊呢 就死了二十多只 看一个劲儿的 给羊打针灌药 但是呢 都是无济于事的 看着再羊几个月 就可以卖一笔好价钱的羊 既然出现这样的事 王师傅是欲哭无泪啊 最后呢 经过统计 王师傅家一共死了 二十八只羊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就有五万多块钱 此外呢 还有几只羊在喂了药之后 仍旧是一副 半死不活的样子 对于王师傅来说 别提多难受啊 他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呢 就出去放羊 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来 辛苦一年呢 就是为了把羊卖了 能挣点钱 维持一家的生活 这下好了 接近三分之一的羊 就这么一支支地倒在面前 这怎么能让王师傅一家 不心疼呢 那么这些羊 到底是怎么了 以前我放羊出去 要对里面撒一段 弄也就要出来 当时会做 就是那种症状 当时做 弄都会做 最后的头偏不在 这沿途就都没有地 没有地 都是那个腹部 事后啊 王师傅也是咨询过受益的 这些羊呢 之所以死亡 从症状上来看的 像是中了毒 可王师傅放羊的地方 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之前呢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啊 而且那地方也没有农田或者菜地 羊又是怎样中毒的呢 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王师傅当即就报了警 警方首先对现场进行的细致探查 果然是有所发现 发现有好几个地方 有玉米粒 玉米粒 玉米粒 就是干的那种玉米粒 山沟里面 而且也没有人去种地 而且没有人去那儿做饭 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基本上 有人偷渡 经过检验警方发现 这些玉米粒呢 都被浸泡过农药 显然很可能是有人 故意将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 撒到了山坡上 这才导致了王师傅家中的羊 失了之后呢 中毒死亡 可是谁会这么做呢 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难道王师傅得罪过什么人吗 被蓄意报复了吗 据了解呢 这王师傅夫妻俩啊 为人比较老实 在村里呢 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所以呢 任由这两口子想破脑的 也想不出和谁家有过恩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不成这下毒的人 并不是为了针对王师傅 民警了解到 王师傅放羊的山沟呢 其实是属于隔壁的官庄园村 之前呢 村里的老刘也在此放过羊 难不成是老刘得罪了什么人 嫌人本想报复他 结果呢 被外村王师傅的羊给捂食了吗 最后呢 民警找到老刘询问情况 是和人家炒过家 或者得罪过人 没有 一般这些什么地方放羊 一般吧 人家没有个上下空这样的地方 出乎意料的是啊 官庄园村的老刘呢 也声称从来没有得罪过人 而且据他说 已经有半个多月 没去那个地方放过羊了 那么这就奇怪了啊 嫌人这么做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案发前的这半个月之内 就是他一个人去哪 而且那个玉米粒我们看 也是浅腺炎 上面没有裹住那种土层 肯定是鲜腺的方向 撒进去的 这样看来的话啊 嫌疑人可能就只针对王师傅一家 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 民警判断 嫌疑人应该是和王师傅认识的熟人 而且呢 就住在附近的这几个村子当中 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在王师傅没有得罪他的情况之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事出比喻 民警考虑到这事呢 会不会和本村的 其他养养户有关系呢 你把这在你们地里面放了 你家今天又在这一块放了 他家也过来了 过来你放没有 没有因为这些情况发生 不然不然不然 你放了我不放 我不能放 不穿在外 都是有个床里面的 家里面用过农药吗 没有了 就从来没有 就从来没有 没有啊 如今我一样 他要上口就了 你怕车里弄回他了 放牙的方式 都挺好 他们这四家的放羊呢 都在那个不同的地点放 也就是说是不存在那个 因为这个地盘 真正发生的这个事 收查了一下 也是没有发现 这个他们使用的 那个农药的红迹 在王师傅所在的 张家庄村调查一圈下来 警方并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不过这时民警了解到 按照养羊户之间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本村的羊你就在本村放 可当时呢 王师傅放羊的那个山沟呢 却是属于隔壁的 关庄园村 他的羊 之所以被人下毒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呢 他知道他来 你对他有没有意见呢 觉得他是不是不合适了 他们发个不管 他几个大腰啊 不管 我们要上意见 跟我意见 从朋友在都市国家的土地 都得起来 全都不得了 我还在这国家不得了 关庄园村这两家养羊户啊 都表示自己养的羊少 村里面放羊有的是地方 所以呢 对于外村的王师傅 来他们村放羊 也没当回事 在围绕这两家养羊户调查时呢 警方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 关庄园村就只剩下之前 与王师傅在同一个地方 放过羊的老刘家了 然而呢 要说投毒和老刘有关 王师傅家 第一个说不可能 那户团也关系挺好的 关系也挺好的 关系挺好的嘛 从来也没有举策过 反正都是互保互助的这一种 平时关系挺好的 把住卖 把住买 就是说我要买个羊的话 托你问问人 对 王刘两家都说彼此关系很好 经常相互帮助 有时还一起出去放羊 所以要说这件事情 是老刘干的 王师傅第一个不相信 而另一边呢 民警在老刘家 也没有发现 使用过农药的痕迹 案发后三十多个小时 民警将可能与王师傅 存在一些因果关系的人 都排查了一遍 然而奇怪的是 这些人似乎呢 都没有作案的可能性 这就又说不通了啊 没来由的 谁会去那么一个偏僻的山沟 撒下那些带着农药的玉米粒呢 这其中肯定是有哪个环节 被忽略掉了 正当警方从老刘家 了解完情况出来时呢 旁边的一个小房子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他家跟前嘛 自己有个小的那个屠宰室 因为他这个呢 平常就是村里面 有人要杀羊啊 伤牛啊 他会 所以他就经常 挣一些生活费吧 随后 民警对这个屠宰室进行了搜查 出人意料的是 在这个不足食品里的房间当中 竟然还真的藏着一个秘密 瞧那个凹槽里边 有个红袋子 我那个把红袋打开以后呢 发现是一瓶农药 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 其他养养户生怕家里牲畜物时 家里几乎都不存放农药 可老刘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刘萌呢 刚开始说是 他要用这个农药 就是杀那个 他那个茅厕里面的区 就我们就感到很疑惑 你说流通那个茅厕里面 那个区吧 是很正常的那种现象 他看到我们就一直询问 他马上就改口了 就是要 就是要用这个农药吧 杀他那个地里面的那个虫子 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老刘的意团 最后呢将其带回 在进一步的询问之后 老刘最终承认了他的犯罪事实 我也放药 他也放药 他说有点小剑 小剑是原来上的 他的药除了我的药不在这里 原来上不是这样 所以所以你才 这三个模样 这三个模样下不下 据老刘交代啊 事发地之前呢 一直都是他在放药 但后来呢 王师傅赶着药去了 对此他心里很不满意 但想着两家关系还不错 碍于面子 他就一直没有和对方沟通 那他知道你 你对他这个行为不满意吗 他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 估计是不知道啊 为什么不和他沟通一下呢 哎呀 跟一样就直接吧 不好意思说 我的药杆他说了一下 康权不去了 最近他说不要来 你妈提他说不个 他说康权不去了 害于面子 老刘一直把这事呢 憋在心里 直到案发当天喝了酒之后 他一时激愤 将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 撒在了王师傅放羊的山坡上 最终犯罪嫌疑人老刘 被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 依法刑事拘留 之后老刘的家人呢 积极赔偿了王师傅加五万四千元 并取得对方的谅解 考虑到老刘家庭情况特殊 目前警方已同意 对其办理 取保候审 哎呀 现在就咋说了 做了已经做了 你是怎么说了 你后悔已经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健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舒筋健腰丸 专要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舒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 专精 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 专要专治 强筋骨 痴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在警方四十八小时的权力侦破下 这起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受害人王师傅家也挽回了损失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老刘家过得并不富裕 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着老刘 可是因为他的一时冲动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是雪上加霜不说 后续可能还要接受刑事处罚 这个老刘啊 矮于面子 不愿意向好友表达自己的不满 但是却暗地里使坏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本来就是一句话 就能解决的事情 就是因为碍于所为的面子 搞成这一般局面 您说这有何苦呢 说看晚间800更多精彩内容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江西二号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在应用市场搜索 金视频客户端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身边 了解更多资讯的 您还可以关注 都市现场的抖音号 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搞 一星采用 可以获得30到3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关注方式抖音搜索 都市现场或打开抖音FP 扫描屏幕二维码 在顺境中 等待你用爱指明方向 媳妇儿 我爱你 老姨我爱你 在逆境中 等待你用爱点亮希望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爱是真的有最纯真 最初的那个模样 因为你 我现在我的世界 在我村子暖花开 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 都有一段 真善美的励志故事 都市情缘终于等到你 温暖呈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